普里镇五公里 普务公路61.8公里处野溪 美玉豪大雨 溪水就会夹带土石泥水 冲刷下方农田及民宅 危及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日前在居民陈情之下 县员吴国昌也邀请县府水保科到现场会刊 里长黄美玉表示 因旁边就是普务公路来往车辆非常多 若是豪大雨来临 恐怕危及车辆出入的安全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来紧速改善 保障用路人及居民的安全 去年6月3号大水 瞬间大雨 造成这边非常大的土石流 人家说这是没要追问 没要去 这也大水来的时候 整个穹在大楼上非常危险 这每次都家来 都住到整山坡 刷着都来 作成这些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非常重要 今天有管府派人来做这个县坎 希望可以很快得到这个补助款 让这些居民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县远五国昌表示 这一条野西已有多年未改善 希望在今天会看过后 县府能够在明年度编列预算来改善 让乡亲籍用路人出入能够更安全 第一点是61.8 就是普务公路这个旁边 每一方大湖大水 这个土石流就清盆横下 第一次 从后来隼海的农产以外 对了我们这个普务公路的交通 都完全来断转去 而且呢 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个风水的测试 包括我们的农民 他们的农地 也都去这个土石流来挂海 所以决定在明年车 继续来反映给我们的农政府和水保共 可以趕快来改善 让他们这个行水区 和来的蓝沙坡 都可以来做真正坚固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安心 副委员潘英全表示 普务公路是游客进出仁爱乡主要道路之一 来往车辆非常频繁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紧速研议改善方法 才能保障居民以及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维一普理财访报道 下单 咱宠 回来 咱宠 影片 轻人 咱宠